目前 紐約州正在調查 157例中共病毒相關兒童疾病 兒童多系統嚴正綜合症 上週四 全球有7個國家 選美17個州府和特區出現病例 到本週四 已經蔓延到13個國家 選美25個州府和特區 庫默表示 仍需要對相關疾病了解更多 而針對復學 州府會在6月推出指導方針 屆時學校可以進行部署計畫 再提交給州府後 可在7月獲批 另外 州長庫默宣布 針對中共病毒的追蹤系統已經啟動 追蹤員將致電曾與確診者密切接觸的人 通知他們接受病毒檢測 當民眾接到相關電話時 手機來電會顯示為NYS Contact Tracing 庫默提醒 不要誤以為是詐騙電話而掛頓 本週末是陣亡降使紀念日假期 紐約州的部分海灘將在週五開放 但因為疫情影響仍有很多限制 另外 紐約市的海灘只允許民眾散步 禁止游泳或任何聚會 紐約市警察將增加在海灘和公園的巡邏 新唐人記者宇婷 紐約報導 封面執告 您聽說